说实话 咱局长啊挺不容易的 你说自打来哈尔滨以后 一个案子接一个案子的 他这一忙起案子了 这连饭都不带吃了 水也不喝 这要有个人账户的 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不是 反正啊 今儿你当着那么多记者 想法也都公开了 直接跟组上汇报 我们司机也议论过 觉得你俩挺合适的 抓了你 出去 不是 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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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啥不好意思啊文婧 我出去 要是真的你就记着 咱们同志们试试你啊 都没意见 文婧啊 对你这事同志们都没意见 你就直接向组上汇报行了 想明白了啊 文婧 他怎么说的 他跟我啥都没说 但是呢我跟他说的 我说自然啊 就是当着那么多记者的面 你俩事也都公开了 是吧 干脆直接跟组上申请得了 我们在私底下也都议论过 只要你俩在一块 特别特别合适 真的 局长 郎才羽旺 你俩能在一块 我举顺手单招 这是这个感情啊 这需要慢慢培养的 我当时啊真是说过 一见钟情 啥一见钟情啊 那都瞎扯呢 是不是 不就脸儿搂着 一会儿上床睡觉 生孩子洗衣服做饭 到老了别人先死吗 所以说你别有啥心理负担 我还不了解你吗 我把你那点心里话 全都替你跟文婧说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好吧 干啥啊 我皮带呢 不是我说干啥了 你说什么乱七八糟 我不 什么叫过日子 我家里跟他说过日子了吗 不是 你不是我说的没错 我这不是为你好 你才举我说出来 你赶紧给我回来 谁在那儿 谁在那儿 不是真的啊 干嘛呀你 不说了不行吗 你站住 董哥 春 consumed New York 不去 ellschaft g 这什么呀 听是回来 这五回我们去参加吧 这是个好机会 我们不去 为什么呀 人家是做场面 安抚市民 你说咱去跟着唱歌什么呀 爸 雨晗 姐 姐 我怎么回来了 姐 爸不让我们去 什么呀 我也觉得不去 现在多事之求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难道你是怕见程局长吗 我为什么怕他 因为报纸上的事 这不叫怕 这叫避嫌 欲改弥彰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避嫌 我们才更应该去 这平常嘴里面没把门的 今儿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那你到底同不同意去吗 去 你姐夫说过 得找个机会澄清这些谣言 我倒觉得 这就是个好机会 爸 您总算开明一回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 不仅要去 还要光明磊落 大大方方地去 不仅要大大方方地去 还要这个和和美美 恩恩爱爱地去 是 恭喜大哥逃出圣天 大哥 兄弟们特地给您准备的 这顿接风球 给您压压惊 谢谢兄弟们 还是托兄弟们的福 我这条命留下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在哈尔滨这个地界 好像还没有能关得住 我洪宝贵的监狱 那是 是吧 是是是 来 大哥 洪福齐天 朱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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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小子谁呀 谁呀 把枪放下 来 来 恩人 你们都给我挺好啊 如果没有这位恩人 我早就死在监狱了 恩人 来来 赶紧上桌上桌上桌 坐 坐 你这这这 恩人 你看我 我 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的大名呢 金雨萱 金先生 那您 到韩社找我什么事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有个发财的伙计 想约你跟我一起干的 有没有兴趣 大哥 你说话太客气了 千万别这么说 我的兄弟们 从来就不同的 钱 涂得是一斤 大哥 这是真的 你看 尽管开口尽管开口 我手里有批货 国民党共产党都想要 跟他们做交易嘛 需要你和你的兄弟们 给我做个帮手 所得金条 在场每一位都有份 可以吗 既然 我已经称呼您为大哥 那么呢 您说的话 我办 好 还有件事 想请各位帮忙 各位兄弟 对哈尔滨熟 我想拜托你们 帮我找一个小女孩 八岁 个子大概这么高 最主要的特征 她的脖子上 带了这么一对铃铛 这兵荒马乱 这哪儿找去啊 让他妈你找你就找 把哈尔滨地界 所有的小女孩 一个个领到大哥面前来 一定要找到大哥 想要找到小女孩 如果找不着 全他妈给我死 是 是 各位兄弟 拜托了 虽然越狱成功 但金与萱比以前更有一种 朝不保夕的感觉 她必须尽快找到失散的女儿 因为说不定每天自己还有可能被抓住 眼下 这是比完成军火交易更重要的事情 如果孩子找不到 她想要的那些钱 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不好意思 回来晚了 瑞泰成衣 姐夫 送我姐的礼物吧 是 过几天不是有误会吗 我正好路过成衣店 就买了一件 景修的眼光肯定错不了 送给你 谢谢 姐 快换上给我们看看吧 正吃饭呢 吃完饭再说 洪林啊 难得景修有这份心去换上 我们帮着一块儿参谋参谋 就是啊 我都没看过你穿完礼服 好 好 好 你走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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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我身太小了 不合适 不合适 怎么可能不合适 好漂亮啊 不合适给我穿啊 你要是喜欢就送给你了 姐夫不是让你不能穿低胸的礼服吗 你看 他买件衣服我都买错了 气不气人 可是你跟姐夫都已经那么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能有什么办法 你呀 以后千万别找这样子 但是 走吧 别怕灯球 怎么没换上啊 虽然 姐夫 你不知道我姐姐从来不穿低胸的衣服吗 低胸怎么了 现在不流行这个吗 什么低胸高兴的 穿着无妨 难道你忘了我姐这儿有一个 对 忘了忘了 有个胎记 那是一道疤啊 姐夫 那你怎么一直跟我说是胎记啊 哪个女人希望自己身上有疤 是什么就说什么呗 那没关系 姐夫 那是我小的时候不小心给烫上去的 你怎么能说像一道胎记呢 我又不是医生 你姐说什么就试什么呗 好了 你们两个别说这个了 雨晗 你要是喜欢那件衣服 你就拿回去穿 你要是不喜欢 锦修 你拿去退了 那即使这样姐夫也不能 不知道你不穿低胸的衣服吧 是是是 是我的错 我这个人呢 看古董还行 一看别的就看走眼 姐夫 你真看走眼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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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些脱窄点事 不就是这件衣服吗 吃饭 快 来 車子的被说一次 带走开 你看这个厄前 Bey的衣服 有可疑的人靠近店长呢 就把他抓进来 好吧 是 还有就是 这边这一边 陈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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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宋小姐 您好 不好意思啊 把你约到这儿来 没关系 您终于答应接受我的专访了 我已经很开心了 你们去安排吧 去吧 跟我来 宋小姐 这边去 陈局长 有人说东北战事尚不明朗 机关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时候回迁 会不会再次出现 吴部长遭枪袭的事件 您对此有何看法呢 怎么说呢 宋小姐 因为家里有贼 所以干脆就不敢回家 你说世界上有没有这个道理 我们市委决定开这个舞会呢 就是想联合哈尔滨公司 就是想联合哈尔滨公司 的各界人士 来共同维护 哈尔滨的政治 和经济的稳定 这可是让一度流传的 政府要首先清算 资本家的谣言 不攻自破了 没错 其实我们党内呢 对资本家这个问题 确实有过一些纷争 抗战结束以后 我想民生的恢复呢 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最终决定 将民生放在第一位 况且有很多资本家 在抗战的时候 对国家都做出了 不少的贡献 我们不但不能清算他们 反而我们要支持和保护他们 陈局长 我知道您在苏联流过学 是吗 哈尔滨公商会的代理会长 宋女士 也曾经在苏联流过学 您是否因为与她相识 而促进这次与商会的合作呢 您和我姐姐以前就认识吧 宋小姐 我以为 你不会问这个问题 结果 你还是问了 首先一点 你不要相信那些传闻 那些小包整天在做什么我都知道 我当然不会相信 这样就好 其实我和你姐姐的关系呢 请你不要误会 我之前在苏联没有见过她 我只是来到哈尔滨之后 才认识她的 您确定您在苏联的时候 没见过我姐姐吗 我确定 对了 宋小姐 我听说 宋会长不愿意来参加舞会 我希望您呢 好好回去跟她说一说 不要因为这些传闻 而影响了大局 舞会我们一家人都会来参加的 这样就好 希望我们为哈尔滨的繁荣和稳定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嗯 嗯 嗯 不愿意来参加的 好 好 其实我和你姐姐的关系呢 请你不要误会 我之前在苏联没有见过她 我只是来到哈尔滨之后 才认识她的 我是回哈尔滨以后才跟城局长认识她 那怎么会用你的照片呢 你这么一说 我倒想起来了 我好像是见过她 城墙的失口否认 让宋玉涵确认了一件事 那就是城墙和姐姐不但早就认识 而且直到现在 心里还有对方 宋玉涵心里的涟漪久久不能平静 随后 一个一直以来寒寒乎乎的念头 却突然无比清晰起来 小姐什么事啊 小姐什么事啊 怎么了 我爱上村墙了 我问你 你 她借了吗 你怀了吗 她借了吗 我怀了 你 她借了我 你还在乎她 你这个什么地方 我跟她借了 就是我 她借了别人 我借了她借了她chill here 我谈我的恋爱 约翰 现在不是耍脾气的时候 你听我说 再过不了多久 哈尔滨就会变成国民党的天下 那个时候他可能会上前线 也有可能会退到苏联 到时候你怎么办 你是想守寡 还是想背井理想 现在战局已经扭转了 共产党捷报平常 你不要再说这些话 你现在说这些轻共言论 都是因为逞强 这对你很危险 你知道吗 我不怕危险 我不在乎 真的 就算背井理想 就算我守寡 就算我死了 我爱他 大哥已经死在战场上 就算了 爸这十几年闭口不提 你知道他心里有多痛 你要是再有什么事 这不是要了爸的命吗 为什么你跟大哥就可以为所欲为 为什么这么多年你们不辞而别 就不允许我宋玉涵 谈一次正常的恋爱 你们两个对爸爸造成的伤害 你们两个对爸爸造成的伤害 凭什么让我来弥补 因为没有别的办法 你就是不可以喜欢城墙 因为你们终究不会有结果 我这是为你好 你嫉妒我爱他是吗 你怕我把他抢走是吗 你都有杨锦修了 你心里惦记别的男人干吗 你对得起我吗 姐姐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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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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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啊 这段时间一准 期间上的报告交上去 好 好 总组去您 感谢感谢 欢迎欢迎啊 欢迎 总组去您 共产党 好 感谢感谢 有有有 感谢感谢感谢 一会儿你带两个人 到后面看一下 好 欢迎 苏先生 苏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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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算是等到 今天的主角了 苏会长 苏会长 你太客气了 我已经不是会长了 今天的主角 不是我 不管是现任还是前任 都是我们的座上便 苏先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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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您平日线少路面 今日都见 真是冒笔盘 轻语不凡哪 宋总 你的女儿女婿 那真是一对 天成家务的必然大 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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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看他小脸口啊 和他美美的 我很欣慰 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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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借口 来 陈局长 好 宋先生 欢迎您和家里人的光临 宋小姐 宋会长 城局长 杨先生 城局长 上次送我回家还没道歉呢 都是朋友 何必那么客气 今儿真是甚快呀 城局长 待会儿咱得好好喝一杯 爸爸 城局长今天是有公务在身的 宋先生 宋先生是贵客 今天一定要喝一杯 好 城局长一看就是性情中人 酒量肯定差不了 宋总 市委的中处记得您到了 咱们先去见一看他吧 好好好 好 来 请 请请请 城局长 不一起 宋先生 今天我就不奉陪了 今天 我是占党的 请请请 来来 请 宋主席 宋伯阳先生到 宋东 欢迎欢迎 书记好 欢迎你来啊 您这一来啊 这里蓬毕神辉啊 是啊 不敢不敢不敢 宋会长好 您好 带他们入座吧 好的 送下来 这边去 来 请 大家静一静 静一静啊 静一静啊 今晚 是哈尔滨市市委 为了答谢哈尔滨市工商界人士 对政府工作的支持 特别安排的一场舞会 感谢各位同仁之士 当此危难之时 与我党同心协力 守护槟城 我代表哈尔滨市市委 市政府 对今天到来的各位 表示热烈的欢迎 下面我想有请 哈尔滨市工商总会的会长 宋伯阳先生 还有 哈尔滨市工商总会代理会长 宋洪凌女士 为今天的舞会开舞 不 爸 这会要给您接人了 有我在 我会你 好 好 优优独播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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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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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